好了啊 那各位我们观察一下刚才写的代码 不看别的 咱就看这个person.view 哎 那我想问你 数据我是配置在哪里的 绿色的这个地方 所有的方法我是写在哪的 Messers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不管是什么数据 只要是在这个组件里 数据是不是得写在这个data里 那我再问大家伙 不管是什么方法 只要是一个组件用的方法 是不是都得写在这个红色里面 哎 那我告诉你 它就要出问题了 哎 我们现在写的这些都叫什么呢 都叫做选项式API 哎 选项 说老师选项 什么叫选项 我没听明白 哎 收起来给你看 这个内幕就是啥 一个选项 或者叫一个配置项 那这个data叫什么 也是选项 也叫配置项 Messers呢 也是选项 也是配置项 所以你觉不觉得 对于VUER来说 它是学习这些配置项 你学习VUER 你就是在干嘛 哎 学习这些配置项 你得记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写多了吧 它就会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官网上有了明确的说明 哎 但是在这呢 我为了能让大家理解的更好 我选择了一些动态图 那咱们来简单看一下 来回到这 3 VUER核心语法 来先看3.1 打开第一个3.1 来给这调一下 你读一下这个名字 各位 叫什么呢 Options API 与谁 Compensation API 这俩词什么意思呀 来 复制 选中它 翻译走 叫选择 叫选择项 叫选项式 谁是选项式呢 同学你别搞混了 别记错了 VUER是选项式 啥是选项呢 Name是选项 Data是选项 Masters也是选项 等等的那些东西 来吧 各位 就一句话 你能写在这个红色对象里边的东西 就这绿的 就这些绿的 都是啥 配置项 然后VUER3呢 新提出来了一种东西 叫做Compensation API 这什么意思呢 叫做组合式 组合式是谁和谁组合呀 组合出来啥了呀 就突然就组合式是吧 马上就给你解释 用图给你解释 先读一下这两句话 来读一下 读第一句话 VUER的API是Options风格的 也就是什么风格 配置风格的 VUER3的API什么风格 组合式风格的 那这个选项式 或者叫配置式这个风格 就是VUER的这个风格 它有什么问题呢 Options类型的API 数据 方法 计算属性等等这些 都是分布在 这些配置项里的 若想新增 或者修改一个需求 就要分别修改 Data Methods Computed 不便于维护和复用 其实呢 这是官网的一个描述 那在这呢 通过两个动态图呢 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但这呢 我声明一下 同志们 有啥说啥 这图不是咱的原创 这个咱得说一下 其实做这图呢 这个作者也花费了 很多的时间 那在这呢 我把这个作者的名呢 放在这了 这个作者呢 是一个知名的 一个绝金上的作者 叫大帅老元 这个咱得声明一下 这图是人家做的 咱们只是用了一下 人家这个图 好了 那你看一下各位 你先别看这个啊 来给你截图 你先别看右边的图 省着你看 我给你折上 你先看左边的图 你看一下它在干嘛 好 好截图 你看好啊各位 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 不就是刚才我们代码里写的 isPort Default 那个对象吗 然后你再仔细看啊各位 你看功能A 别的咱不看 咱就看功能A 各位 我问你一句话 你去实现一个功能的时候 这个功能是不是有数据 那我再问你 你实现一个功能的时候 这个功能是不是有交互 是不是有一些方法 好 那你注意看 你发现功能A的数据 写在哪了 仔细看 功能A的数据 是不是得写在这个data里 你看这个data里边 放着什么 功能A的数据 还有谁 功能B的数据 那我想问你 功能A 如果它有一个方法 咋办 功能A有方法怎么办 你只能把功能A的方法 写在哪个里 Message里 也就是Message里边 存放着啥 功能A的方法 功能B的方法 对吧 来画的准确一点 应该是在这 功能A的功能B的 那方法都在这呢 那我再问大家伙 如果我需要一些 计算属性怎么办 你是不是得把功能A的 计算属性写在这啊 那如果需要一个监视 怎么办各位 你是不是得把监视 写在这啊 同学 现在咱就别说 你了不了解vio 就问你一件事 这小绿框就这个 就这功能B 我就问大家伙 现在我想改一些 它的数据 你得怎么办 你得去data里边 一点点找 找到这 也就是说功能B 也分加了 都是实现功能B的 结果拆散了 这个功能B的数据 在data里 功能B的方法呢 在message里 功能B的监视呢 在watch里 同学就一句 功能B被你拆散了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 Options API的B端 这是第一幅图所呈现的 好那我们再看 第二幅图所呈现的 来 其实第二幅图呢 它就更直观了 那你看一下各位 这些小色块 都是什么意思呀 都是代表不同的功能 所以你发现 他们都是拆散了的 对吧 你看 你每加一个功能 同学 咱再重新放映一遍 咱就说那蓝色的 大家看好 来我加功能 走走走 你发没发现 分别在这写点代码 鼠标滚轮 得滚动好久 还得在这加个方法 鼠标滚轮 又滚动了好久 在这呢 还得再加一计算属性 你不觉得这太麻烦了吗 所以这就是 Options API的B端 它把东西都拆散了 都分散了 对吧 但是话说回来 各位 不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你就把之前的东西 就是踩的一文不值 那大家想想 Viewer那些年 这日子 它也过了 对吧 不是说可垃圾了 只不过说没那么好 行吧 就咱没有必要 学一个新的东西 把之前东西说的 什么都不是 是吧 好了 同学说了半天 这是什么API 这叫Options 叫配置项的API 是View几的 Viewer的 好办事 接下来看Viewer3的 同学 看好 咱还没有正式的 写Viewer3的代码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Viewer3这个组合 是什么意思 好 来 还是老套路 先不看右边了 先看左边了 来 注意看 他在干什么 看好 来 给你截图了 看好 同学们 不说别的 就说这绿的 数据在哪呢 在这呢 方法在哪呢 在这呢 绿的相关的监视在哪呢 在这呢 分不分散 分不分散 分散 特别分散 那怎么让他集中起来呢 看好 他这个动态图 来 这是配置项式 这是什么是 组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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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得组合到一起啊 对吧 好 看好 他是怎么组合的 看好啊 走 发没发现 东西集中了 兄弟 你看棕色的 他所有的数据 方法监视 还有这个watch 什么computed 是不是都放在一起了 那你再看 所有绿色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集中的 放在一起了呀 他这样的话 就比较集中 是吧 好 来 接下来呢 再看右边的这幅图 好 集中之后 他怎么管理呢 你发现是一个一个的函数 也就是说同学们 这个绿色的函数 它里边包含着什么 包含着绿色功能的数据 包含着绿色功能的方法 包含着绿色功能的计算属性 包含着绿色功能的监视 包含着很多很多很很多多的东西 所以说你觉不觉得 他就集中了 那我问大家伙 以后你想修改绿色的功能 你只要找到哪个函数 只要找到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不用在满世界的寻找 data methods 这些东西了 能明白吗 所以说各位 粗略的我们感受一下 OK 也就是说 Vue 2是什么风格 拆散风格 就开玩笑的说 把张三的行为 把张三的属性 把张三的监视 都拆分到不同的配置项里了 就是不集中 但是组合是组合 是他就组合了 他就集中了 所以这就是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啥 Options API 还有谁 Compensation API